主持人神科的大家好!我是主名!想要追劇、聊劇、懂劇、三個願望一次達成嗎?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我會用劇評解析帶給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協會胡傳》這週播出的第13集、第14集 這週劇情進展其實比我想像中還要緩慢 有很多暴風雨前寧靜的感覺 認真的撒糖、認真的給那些可能最終局要犧牲的人戲份的感覺 那這週的影片會比較聚焦在劇情討論跟結局預測上面 順帶的和大家一起來看一下PTT推文有趣的留言 那這週新出現的伊領劍似乎是編劇自創的武器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給大家的東西 那有觀眾問我說為什麼狐狸會怕月劍草 其實我稍微搜尋了一下資料 也沒看到什麼比較有相關的傳說 有人說月劍草只會在晚上開花 是為了讓月亮欣賞 也有說法是月劍草自白病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在夜裡才會綻放的力量 又有療癒的功效才會能夠克胡妖 不過這大概就跟吃龍害怕馬血一樣 就像是一種生物本能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囉 治療體內的蟒蛇能力比較弱一點 由於過去被狐狸制服 所以留下了一點點的後遺症 這就是讓我很好奇就是那個算命仙 據說他是可能啦 可能是十殿炎王之一 那這樣的神中之神會不知道狐狸豬究竟為何在治療體內嗎? 以及狐狸豬正在壓制的蟒蛇存在 一個堂堂炎王到底為什麼要讓李燕落入命運的手裡呢? 不過也蠻合理的 畢竟這是他的職業 還是他想要看李燕如何逃脫命運呢? 若他真的是炎王般的存在 或許這是他對某個人的考驗 但是對李燕的還是對奪一婆的 或許都很難說 畢竟這個角色過去沒有跟其他人有牽絆的感覺 但現在這個局勢 這兩隻蟒蛇可能會相互為敵的局勢演變 我自己還蠻訝異的 但又覺得治療體內的那隻好像有點蠢萌 李泰麗飾演的蟒蛇反而很強大 雖然有點中二 可是有把這個角色成功塑造出來 到了第14集 很能夠感受到從瘟疫爬出來的正是李泰麗 而他被蟒蛇吸收 但在過去危急時刻被蟒蛇作為分靈體拋了出去 現在可能又會各自為政的局勢 就很像分裂人格在搶奪身體的感覺 這波操作我覺得很新鮮 會想看到蟒蛇被自己的人衝空的局面 瘟疫吐蛇蛋 我蠻喜歡這個情節的 我覺得很有意思 散播瘟疫後中標的人會被體內的蛇蛋導致死亡 但我也覺得這個設定很迷幻 不太懂人到底是被噎死的 還是被小蛇咬破瘴氣而死 而且人死後那些蛇又去了哪裡 雖然有交代說是因為器官毀損而死 但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吐出來 有些人不行才導致瘴氣破損 但感覺這裡比較大的伏筆是那些小蛇 感覺可以在未來的兩集成為蟒蛇的力量 畢竟是吃過人的蛇嘛 現在到了第14集 每個人物都已經鋪成了許多背景與動機 之間的牽絆也都很深刻 而他們各有各想要守護的人 從目前看李彥打算犧牲自己 把李泰利帶去山土川 並且和他一起同歸於盡 一起昏飛魄散 李朗依舊想要守護李彥 所以會用盡心機的 想要讓智雅提前你便當 而且智雅應該也不會放心的 讓李彥和泰利十二去山土川 不過李朗一定會阻止李彥 把泰利十二帶去山土川 玄疑翁發現了田螺姑娘丈夫的事情後 發覺一切都太過於巧合了 我想這是因為前世有太多未解的恩怨以及遺憾 而李彥的願望是守護智雅 以及可以成為平凡的人類 所以我覺得李彥領便當的機率相當的高 但絕對不會是自殺啦 因此他可能交付給李朗的任務就是殺死自己 大家覺得李朗會下手嗎? 還是會有誰成為下手的人呢? 我自己覺得好一點又合理的結局是 李朗真的會殺了李彥 並且想要致敬 但因為小黑狗的關係 他留下來等待李彥重新轉世 或是迎來他的死亡啦 那幽立感覺也會在下面兩集當中 為了保護深柱或其他人類 而做出一些機身 但我比較沒有搞懂的是田螺姑娘這條直線 感覺他在最後結局的時候會有一些份量 那最後呢要提的應該是很神秘的狐狸豬 如果結局說因為狐狸豬的回歸 讓李彥可以把蛇蛇壓在地上打的話 但這樣的結局就會顯得很平淡 我覺得比較可能的是因為狐狸豬的回歸 李彥在轉世之後也能夠被認出來之類的 反正就是可能在轉世之後有什麼加成之類的 當然這些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猜測 大家有什麼猜測也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分享 這週我稍微看了一下PTT上面的推文 真的好有趣喔 想說這麼好玩的東西 不能自己獨享 就挑了幾個我覺得很有趣的留言跟大家聊聊 那如果留言的大大們覺得這樣子提出來聊不太妥當的話 可以再跟我反應我會再做處理 大家都知道這週最吸睛的京都其實是性感的床戲啊 所以就引發一連串可愛的留言 真的很可愛 第一個是C大 他說 因為智亞體內的蟒蛇把鱗片拔下來的時候 泰莉蛇有反應 所以這樣的共感效益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但認真想想也覺得很母湯 感覺有點 所以說恐怖也不是 就是很詭異 第二個是M大的 他說 要是這樣的解法的話 觀眾應該會崩潰吧 那還不如他們一開始見面發現泰莉蛇的時候 就開始罩人 第三個J大說 我 可以想像李彥的表情 他真的會把那條蛇帶去地獄 下一個F大說 會生出半打小蛇跟半打小狐狸嗎 我覺得這個光是想像就很恐怖喔 下一位想法我個人非常的欣賞 M大說 智亞如果生出來的體內有龍的小狐狸 那李彥跟智亞就要走一個家庭人倫悲劇的路線 是殺了孩子還是毀滅世界呢 那又是另外一種畫風了 突然覺得這應該真的會非常的精采 比起千年妖狐戀 我覺得這個更引起我的興趣 一定虐爆觀眾 後來大家都在討論小孩的事情 前面的M大又回了一個 九尾蛇 我是史萊哲林的後代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特別符合九尾狐傳的畫風 而且應該會說是 我是史萊哲林的船人 到了第14集的時候 大家還沒開始看 又開始討論說 蛇在文本當中 通常是慾望的象徵 這是對的喔 在很多故事裡面 蛇的象徵意義確實是慾望 結果M大又回了一句 原來蛇都很慾了嗎 那昨天掀起李彥的衣服就是 誰 這真的沒有辦法細想喔 不過莽蛇大大雖然在智亞體內 卻又確實能夠掌握外面的情況的話 那他們在開船的時候 莽蛇大大應該很崩潰吧 好啦那這週雖然沒有太多傳說 或知識的補給給大家 但可以這麼輕鬆的和大家聊句 我覺得應該也很有意思啊 那就大家一起期待下週的結局吧 在影片結束之前呢 想和大家公佈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我的官方LINE開通了 大家如果有進去收到我的影片推播通知 或是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加入這個LINE的官方帳號 只要打Ninx包來 就是我的名字 然後聚光燈的英文 這樣就可以加入我的官方LINE囉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安妞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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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